叶沙阳灯灯地去倒了一杯水 送到她手里 自己就在边上坐下 闻到她身上的香味 贪婪地吸了一口气说道 你有体香啊 好香啊 锐朗玉把她推开 说道 洗发水 你 你今天好漂亮啊 锐朗玉眼睛一跳 你这么说 我平时不漂亮 叶沙阳无奈地挠着挠后脑上 样子看上去有些局促 锐朗玉心中暗暗发响 说道 你不去洗澡睡觉 我洗过了 现在哪有工夫去洗澡 叶沙阳感觉体内有一团火在燃烧 什么时候 刚才送四宝去酒店的时候 快去洗 你身上酒气太重 我不喜欢 锐朗玉看了她一眼 叶沙阳浑身都酥了 急忙进到卫生间里 用瓶声最快的速度冲了个澡 然后回来 锐朗玉已经上床钻进了被窝 已经在等自己呢 叶沙阳急忙坐到她身边去 锐朗玉说道 我有话跟你说 叶沙阳看她的表情 似乎想要说什么正事 无奈道 什么话明天再说不行吗 也行 那你去睡觉吧 叶沙阳有些失神地看着她 内心在进行着各种挣扎 突然一把抱着锐朗玉的脑袋 就牵了上去 锐朗玉倒也没有反抗 牵了一会儿两人松开 互相看着对方 叶沙阳双手抱着她的香肩 轻轻地往后推 锐朗玉笑道 你想推倒我是吗 这个就算是吧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样子 看上去很像一只色狼 叶沙阳咧了咧嘴 我刚才照镜子看到了 锐朗玉眠着嘴笑 你觉得你能得手吗 这个 这个关键要看你 如果我不愿意 你敢应来吗 我 锐朗玉捧着她的脸 说道 我问你 你之前为什么想要杀死王莲 大姐 这个时候你能不说这个吗 叶沙阳都快哭了 不行 必须回答 不然别想碰我 叶沙阳突然坐了下去 想了想说道 当然就是觉得她是罪魁祸首 人品低劣 活着的话将来也是个败类 锐朗玉说道 所以你就觉得有资格杀她吗 叶沙阳摇里摇头说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只是当时心里很愤怒 力气 对 就是力气上涌 有点不想后果的感觉 后来你一提醒 我的理智就回来了 锐朗玉说道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要知道 你是法师 捉鬼降妖是你的本质 你不可以对其他人下手 人间有法律 就算他逃过法律 死后也逃不过阎安罗王那一关 你是法师 再立刻也是法师 你不是主宰 叶沙阳点了点头说 我知道 我入门的时候立过重视 第一条就是 绝对不利用法术伤人 锐朗玉说 我感觉到 你体内的力气 在一点点加深 这不是好事 你要警惕一点 克制自己 叶沙阳正重地点了点头说道 以后多提醒点我 锐朗玉笑了笑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很像你师父 不像 那老头从来不跟我说这些 但是之前 道风喜欢说这个 道风 锐朗玉有些意外 他自己就是最离经叛道的 为什么要求你尊重戒律 叶沙阳怂了怂见 表示不知道 好了 事情说完了 锐朗玉拖住他的下巴 你还 话没说完 叶沙阳就迫不及待地亲了上去 叶沙阳突然拍打他的后背 叶沙阳却当成了玉腿还修 更加用心 直到锐朗玉用力把他推开 又怎么了 锐朗玉红着脸 指着指着后面 叶沙阳一回头吓了一大跳 屋里突然又多了一个人 等看到对方的模样 叶沙阳当时就要哭了 摇了摇头 无力地说道 你 你要我说点什么好 橙子低着头 满脸通红 玩弄着一脚 你怒道 我不是有意看到他 那个 你们继续吧 我出去待一会儿 叶沙阳这才想起来 因为他是自己的腰铺 所以他突然来倒 自己一切发气 都不会有所感应 而自己刚才太过投入 完全没感觉到他突然来倒 我说 你来了也不打一声招呼 就算来得不是时候 你不会躲着点啊 叶沙阳的内心 仿佛有一万头大象踩过去 橙子羞愤地瞪着他一眼 鼓着嘴说道 我怎么知道 你们在做羞羞的事情 我也是刚来 听到你们正在谈正事 就想听着你们说完 再打招呼 谁想到 你那么急不可耐 我连走都来不及 急不可耐 这个词用的 令叶沙阳羞愤到了极点 一张脸仗成了竹杆色 你们继续吧 真的不用管我 我去客厅看会电视 得了 叶沙阳扎着起来 定了定神说道 你不是刚回去吗 怎么这就回来了 难道有什么变故 橙子说道 没什么变故 我就是来跟你说 你说的没错 小狼被府军 关在了天子殿了 说是让他面闭一个月 然后再去立一份功劳 将功补过 才能官复原职 我倒是没什么事 就是被训了一顿 不过我刚做了一锅 桂花糕给他 他吃着吃着 就消气了 叶沙阳听着 心中感觉到好笑 橙子这么可爱 又会撒娇 卖萌半可爱 别说自己 就是崔府军 也扛不住 还不被哄得团团转 没事就好 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事 橙子塌了贪手 没了呀 就这点事啊 那你还特意跑一趟 你不累啊 橙子哼了一声 你不是怕我累 你是嫌我撞坏了你的好事吧 心事被盗破了 叶沙阳刚缓下来的脸 又红了下来 橙子说道 你这个人 人家不是怕你担心小狼的安慰 所以来告诉你一声吗 结果你还凶人家 说着嘴巴一扁就要哭 虽然知道她是装的 但叶沙阳还是不得不好言安抚的几句 说道 你没事就快回去吧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还想要看一会电视再走 最近听说 微微一笑上线了 我要看杨阳 原来是为了这个来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